周理事長 周夫人 陳委員 李嘉謙 理副理事長 還有曹勤之 我們派上會的曹會長 還有岩媽媽 岩妹妹 還有我們各位僑界的領袖 各位僑胞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參加這個由旅澳洲人協會主辦 還有這個複聯會 協辦的新春的領方會 那首先我要感謝我們這個協會 還有台商會 還有這個複聯會 提供這樣好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的僑胞能夠大家聚在一起 來一起共同來慶祝 我們的五年的來臨 那首先我要向這個 我們的全體的工作人員表達謝意 其次呢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代表馬總統 還有我們的行政院的吳院長 外交部的養護長 以及曹勤委員會的國務員長 向各位僑胞拜年 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裡面 事實順利 俘虎升風 那其次呢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僑胞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兩岸正在談判 有關於這個兩岸經濟獨特架構協定的事情 那我們在今年的1月26號 已經開始第一輪的談判 那我在這邊也向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的政府一定會本責 以台灣為主 為對人民有利的基本原則 來跟大陸進行這樣子的談判工作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這個東協加1 也就是東南亞國協加大陸的這一個 自由貿易區的機制 從今年1月1號開始實行 那這個東協加3 也就是除了大陸以外 再加上日本跟韓國這個 這個自由貿易區的機制呢 現在也慢慢成型了 在最近幾年應該可能就會簽簽簽簽了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自由貿易區的機制 如果說完成 開始運作 然後我們台灣 卻沒有加在裡面的話 將來對我們這個國家的活力 我們的對外的貿易 我們的經濟的命脈 都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ABFA這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的協議是實在必行 但是各位請放心 我們的政府一定會等著 我剛剛報告的 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這樣的基本原則來進行 那我們也希望各位的僑胞能夠支持政府這樣的一個實證 其次呢 我要在這也特別拜託各位 就是說我們現在政府 去年的這個很順利的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WHA的這個大會以後 我們現在正在推動 要參加國際民航組織 也就是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以及這個聯合國環境變遷公約 UNFCCC 這樣子兩個國際組織 因為這兩個國際組織 都牽涉到我們的 人民的生命的安全 還有呢 經濟發展的這個需要 那我們政府當然跟代表處也在積極的進行 但是我想各位在座的僑胞 你們都有很多的奧地利的好朋友 甚至奧地利的政要對奧地利有影響 我們在這裡也希望各位小胞 能夠協助政府來推動這樣子的工作 讓我們的這個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能夠更走出去 那麼最後呢 我要再利用這個機會 謝謝今天提供波彩獎品 因為我想這個今天是我們這個 這個聯換大會的最重要的一個 比較明顯國的節目 那對於這個所有提供獎品的廠商 那台商也好 這個個人也好 團體也好 我們都表示非常謝謝 那特別是華航跟長榮 因為他們兩個提供了這個 威也納到台北的往返機票 各地張 希望各位能夠重大獎 那華航跟長榮 這個每個禮拜非常威也納 從台北非常威也納 六百 這不僅僅是給我們巧合方便而已 實際上對於我們台灣跟歐洲 不只是奧地利 對歐洲之間的幾個商業也好 觀光也好 旅遊也好 這個留學也好 都有很大的這個幫助 我們在這裡也特別謝謝華航跟長榮 最後還是一樣 祝各位新年快樂 觀世武力 然後身體健康 五年行大運 謝謝大家